正常人的反應 是去檢視那幾天之後 跳出來說 我沒有 徐曉星污蔑我 可是他完全不敢針對他 有可能 乍領出席費這件事情 進行任何的回應 他說他在外面 勤跑服務問證 可是問題是 議員最基本的職責 叫做審查預算 對他來說 出席民進黨的中常會 比在議會的大會開會 比在審查預算還要重要 所以他絕對是一個黨議議員 是新潮流的傀儡 歡迎他去檢舉 我可以熱觀氣承地看這件事情 他可能當了四年的議員 他還搞不清楚議會的程序 我可以熱門了 對我去檢舉 我可以熱門了 因為我可以熱門 我可以熱門了